我們是做那個像壽桃一樣的東西 麵粉色的 米菇 但是做白色的 然後上面就是蓋這個 接鎖的時候其實店裡有點處在一個 往下有點慢慢下坡的階段 那因為爸爸那一輩的 以前都是生意一直來一直來 他們也不用出去拉業務 也不用做任何的行銷 就生意會自然的一直進來 可是現在的狀況就完全不一樣 對 你沒有被人家看見 它就是不會進來 那靠口耳相傳的力道有限 要壓一壓去 這形狀很扯 這就是這個 我們這兩年才做的抹茶 可是像我自己去年弄的像是加可可 或是加餅乾的月餅 那它本身是蓮子的線 那蓮子這個東西可能年輕人看到來 根本就不會去想任何東西 但是我把加了一些餅乾 加一些可可進去 第一個顏色上可能比較吸引人 那口味上好像覺得 好像年輕人覺得還不錯 那就會慢慢推展 對 我就拉著爸爸一起去聽 因為我跟他講 其實自己人講有時候 然後也聽不太進去啦 可是如果由專家 或是專業的公司來引導的話 我發現 爸爸就當自己是學生嘛 他就在上課 那他就慢慢可以知道說 原來現在人開一間店 或是不管什麼店 其實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就當然是跟他以前認知 完全不一樣嘛 我媽媽是晚睡到症候群 對啊 那我爸爸前一陣子 也是這邊就腫起來嘛 對啊 那 也沒有外傷啊 就是腫起來 他腫得很痛 他痛到半夜發抖送急診這樣 對啊 那我自己是 可能還沒到那個年紀啦 感覺不明顯啦 可是有時候你會感覺到有一些痠 對 有一些痛 所以我自己還會說 不能都用右手 我還練習用左手 就是 兩邊就是協調一下 對啊 不然其實真的會 會有蠻多職業傷害 或是爸爸也曾經 因為我們用的那個 傳統鐵盤很重 他也摔過啊 就是整個摔倒 然後整盤撒出來